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直線通過這兩點 那麼它問這一條直線的方程是多少 我就假設 這一條直線是 y等於ax加b 然後把這兩點帶進來 就可以求ab 把它帶進來 這一點帶進來的話 x等於1的話 y等於1 所以是a加b等於1 那這一點帶進來 x等於2 y等於3 2a加b y等於3 那我把它減上去 減上去的話 a等於2 a等於2 b等於1-2 b等於1-2 b等於1-1 所以這一條直線 所以這一條直線 是多少呢 是這個 y等於a a是2 2x 加b b是-1 y等於2x -1 或者把它寫成 2x-y等於1也可以 或者寫成 2x 就是把y移過來 1移過去 減y等於1 這樣也可以 兩個都可以 這樣寫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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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好看呢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它是說 L與x軸的交點 坐標是為何 那跟x的交點坐標 就是y坐標等於0 你就令它等於0 就是2x-1 那這樣的話 x 就等於3 移過去 2分之1 x坐標等於2分之1 Y坐標等於0 所以 a點 就是 跟x的交點 就是2分之1 跟0 這是a點的坐標 好 好 那這樣我們看看 這個 這是跟x軸的坐標 x軸的交點 跟y軸的交點 跟y軸的交點 就是說 x軸的坐標等於0 y等於2乘以0 減掉1 所以是互1 所以是互1 b點這個坐標等於多少 我知道 x軸的坐標等於0 那 y軸的坐標是-1 b點是這個坐標 a點是這個坐標 好 這我們看 第三下 這個我們給它畫一下圖好了 這個 這個 方程式 跟x軸的交點 這是2分之1 跟y軸的交點 這是-1 b 所以這樣子 那這是a a點坐標 正b點 好 那是 o點 好 那第三小題 他是問說 三角形 這個 aob的面積 好 那aob的面積 就是這塊面積 就是2分之1 乘以1 除以2 2分之1 乘以1 除以2 所以這是1分之1 這塊面積是1分之1 好 那直線L不經過第幾向線 不經過這個向線 第四小題 不經過第二向線 謝謝 謝謝 謝謝